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郭毅老師 然後我們今天是米歐航空法的總複習 好 然後米歐航空法呢 基本上1、2年度呢 在我們總複習上課的前幾天 剛好有新增幾個條文 好 那先跟我們講一下 新增的條文是在這個 這個米歐航空法的101-1跟101-2 還有119-3 119-3這樣子 好 那這幾個條文呢 最後我們講義要出來之前 我本來是要考慮要不要放進去 但是後來決定沒有放 因為這幾個條文都是針對這個 都是針對所謂的這個 相關的資訊系統維護的法則這樣子 那它基本上就是處罰的條款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民航法的這個101-1 101-1 然後101-2 然後還有 119-3 好 119-3 那這個是針對所謂的駐航設施的 101-1是針對駐航設施的這個 竊取跟毀壞 好的情形有刑責 然後101-1 然後101-2是我國最近這幾年很重視的這個 資訊安全系統 我們稱為支通系統 那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 無政當理由 無故取得帳號密碼登入 或者是用相關的這種駭客軟體 電腦程式去干擾 或者是刪除變更相關電池記錄 供他人犯罪 供自己犯罪 那這時候你也會有刑責這樣子 然後119-3是針對 在航空站的一些行為的處罰 好比如說在航空站這個募款啊 兜售啊 或者是隨地吐壇啊 等等的行為 菸蒂口香糖等等的行為這樣子 OK好 好所以119-3就是 針對航空站的 所以我覺得 特別可以看的可能就是 119-3吧 因為那個就是 航空站的一些秩序維護 那這三個條文 因為他們是純 刑事責任 好 刑事責任跟那個行政責任 這個是行政責任 因為這是法環 好所以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那個比較偏 比較不是 過去考試題目的這個範圍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 放進講義面 但有興趣的同學 你們自己去找一下 好那我還是著重在傳統的那種 出題方式 好 通常 不然他不會突然問你說 請問相關 行為的法則是什麼 這種題目幾乎沒有看過 對吧 這10年幾乎沒有看過這種題目 所以 我就決定沒有放進去 好 那這是 我們上總複習前 要先提醒同學一下 就是有關於 這個修法的議題 那這個是在 今年的 6月28日 6月28日 可能離你們看這個 總複習課程還很近 才剛新修正通過的 那不過 要上網特別找一下 否則現在網路上可能 條文還不好找 就是 你在正規的法規裡面還不好找 這樣子 好 以上啦 好所以 基本上是修正119-3 然後 增定101-1跟101-2的條文 好 這兩條是增定 這個是修訂 修訂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這樣 補充一下 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天課程 好 各位 那我們總複習呢 基本上是從頭 從頭這個 跑過一次到 到最後一個章節 那一樣啦 準備這顆的時候呢 我給你們的建議就是呢 請你們去 好 請你們去 針對這個 民用航空法的這個 每一個章節裡面的重點 去做 去做 去做那個 準備 好 比如說你看我們民用航空法裡面 1 2 3 好 第二章就是 第二章就是所謂的這個 好 你們看第一章總論嘛 然後第二章 是航空器嘛 然後第三章就是 好 第三章是所謂的那個 航空 航空人員 第四章航空站等 駐航設備 好 第五章 民航 那個航空安全 然後第六章 民用航空運輸頁 所以基本上呢 我覺得至少前六章 你要熟讀 那一樣 那出題模式就這樣 就是他會針對每一章 去設計一個題目 但不一定每一章都會出到 所以 你的念法就是 團塊式的念法 就是 我這個章節我要準備什麼 就這樣念 OK 那基本上這樣好處就是 你不會 你基本上掌握度很高 你不會亂槍打鳥 你或者你不會把過度的心力 投在特定章節裡面 OK 好 那一開始呢 總論的部分呢 我覺得偶爾會考就是 有關於這個公約的問題 所以像是什麼的 民用航空公約 芝加哥公約 民用航空公約 這種同樣的 一樣的 或者是 1999年的這個 蒙特利爾公約 或蒙特樓公約 名稱有時候不一樣的區別 名稱有時候不一樣的區別這樣子 好 那一開始呢就是 我先放的就是 那個 蒙特樓公約 或蒙特利爾公約的這個 跟1929年華沙公約的比較 那各位這兩個公約呢 主要都是針對這個 民用航空運輸業的民事責任 這個修正變化 好 那1929年跟1990年 我們現在的這個損害賠償體系 基本上都是承襲的 1999年這個蒙特樓公約的 這個約定來的 所以你去看很多 比如說 航空公司的網站 什麼長榮華航他們的網站 提到旅客的 旅客的商網 或者是 運輸行李 或者隨身行李的損害 基本上都會提到這個公約 都會提到這個公約 好 那這個公約呢 我給同學一個關鍵就是 你們請你們去幫我把 17 17 18 19 20 17到21條全部看過 17 18 19 20 21 21 看過一次 所以你們去看一下 17到21條的規定 17到21條的規定這樣子 好 以上啦 好 所以這個你們在 如果你們想要看全文的話 網路上都找得到 那我建議你們去把 17 18 19 20 21都看過 21都看過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個定義不變我們就不看 那我們看第17條 17條 好 那17條在規範什麼呢 17條是規範 旅客死亡 傷害跟行李損失 好 旅客死亡跟傷害跟行李損失 好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修正的 像這個我就不特別講了啦 那我們看一下 那我講一下 這個17條呢 基本上是指說呢 好 我唸給各位聽 對於因為旅客死亡或身體傷害的損失 只要造成是在航空器上下發生的 成運人要承擔相當責任 各位 那這個條文跟我們的 民用航空法的 民用航空法的這個 民用航空法的89條相當 對 就是 第這個 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第89條 對 沒錯 跟我們的民用航空法89條 跟91條相當 好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負擔 無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那17條的第二款是針對 第二項是針對所謂的行李損失 行李損失 好 以上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比較 所以像17條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要負這個 你要負這個責任 你要負這個責任 好 以上啦 好的 那你們看19條的部分 那19條的部分呢 是針對延誤啦 那延誤我覺得 延誤指的就是遲到 遲到責任 不過它這邊有增加一個就是說呢 來 如果運送人 本人受顧文代理人 為了避免損害的發生意 採取合理必要界措施 不能採取這種措施者 好 或者無期待可能性 運送人不會對辭物 那辭到我覺得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好 所以你們就看過去 我會接你們針對這個 人生損害 人生損害跟財務損失的部分去處理它 OK 好 好 那20條是針對所謂的免責 好 免責責任 那免責責任的話呢 是指 你看喔 華沙公約過去說呢 運送人證明其員工為了避免 所以簡單講就是呢 20條 過去我們的華沙公約 是有一個 一個舉證免責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才推定過失 也就是說 只要我能證明 我盡了一切的努力措施了 還是發生了 那這種呢 我就不用負責 可是呢 基本上 基本上到1999的門透樓公約已經修正了 我們修正成說 如果損害的發生是由 是由乘客自行招致的 那這時候我才不用負責 所以我可以唸給各位聽 他說 經承運人證明損失是由賠償人或索賠人 取得權利人過失或不當行為促成的 因根據該過失跟不當行為程度 相對應的免除承運人對索賠人的責任 所以各位20條你就把它想像成這個 我們的與有過失責任 那過去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能舉證證明說 我已經進到相當的助益義務 我可以免責 這樣了解 所以以前的版本 對這個索賠人是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進到舉證責任免責 但這邊的話 我頂多能證明說你有過失 那因為這個損害是根據你的過失產生的 比如說你自己的不當行為 導致你自己受傷 我才可以免責 所以這比較偏向是 就是與有過失啊 好 以上 好 那這個是最有名的 這個你們一定要會 就是我們採所謂的 雙階段賠償制 也就是說呢 我們針對10萬元SDRS 特別 國際特別的提款權 好 採 10萬元以下採完全責任 那這個完全責任值就是無過失責任 那如果 超過10萬元的賠償部分 我們是採所謂的 推定過失責任 那以前華沙公約就是採推定責任制 而且金額很低 金額才8300SDRS 這樣子 所以呢 1999年對這個旅客 跟乘客的這個 乘客的保障顯然比較充足 所以21條我強烈推定同學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是採所謂的 雙階段責任的分配 好 雙階段責任的分配 也就是說呢 只要是低於10萬元的特別提款權 好 特別提款權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採無過失 那超過10萬元的特別提款權 成運人可以採推定過失 那什麼叫推定過失呢 來 第一個我唸給各位聽 第一個他說呢 損失不是由成運人或受僱人的過失造成的 第二個損失是完全由第三人的行為造成的 所以超過10萬元部分我可以免責 我可以舉證免責 就是說這件事情不關我的事 可是低於10萬元以下 不管關不關我的事我全部要承擔 那我們叫做不可抗力責任 所以這責任很重 所以這個21條我強烈推薦的同學看一下 就是蒙特羅公約的第21條 21條的這個相關規範 幫我注意一下 可以嗎 OK好 好 以上喔 那這邊我們就這樣子 這邊就這樣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再下一個 還有第二個重要就是 這個是行李啦 22條是針對行李損失 那這個也很有名 就是我們針對託運行李呢 好 我們上限為1000SDRS 然後呢 如果在運送中所造成的 好 運送中所造成 這個登機行李是1000啦 SDRS 然後運送中所造成的是 每公斤S7 SDRS 那你們去看那個華航 從網站幾乎都寫到這一款 這一款這樣子 好 你們去看一下 好 所以22條 所以幫我注22 21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第19條 22 21還有19 19 好 對不起 17 17 還有這個 17 20 還有21條的規定 OK 好 以上 然後最後呢 最後最後 這很重要 這也考過 我們增加了第五種的管轄權 那第五種管轄權就是呢 這個 原告得經常駐居所地起訴 好 第五種管轄權 也就是說呢 原告呢 原告呢 能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自己的駐居所地 好 起訴 那這個是33條 33條 不過這邊有一個小細節 你們要幫我留意一下 這個原告的駐居所地起訴啊 只有針對旅客傷亡跟傷害 只有針對旅客傷亡 好 他只有針對旅客的傷亡跟傷害 能主張 了解吧 如果你今天只是財務損傷的話 你不能主張這個管轄權 那各位管轄權越多對於索賠人越有利 OK 好 他規定在33條的第二項 33條的第二項 OK 好 以上 所以原則上呢 原本有四個嘛 你看他說呢 有沒有 運送人的登記國 運送人的主營業所在地 契約地結地跟目的地 可是我們現在加了一個 加什麼呢 就是原告的經常居住地 原告的經常居住地 所以我們增加了第五種管轄權 OK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 這個蒙特樓公約的主要的變化 那其他其實還有 但是我沒有全部列出來 而且看過去的考試 似乎也沒有考那麼多 過去考試都考比較單一議題 損害賠償跟管轄權 所以我們會以這個 早期考古題的這個 這個內容為主這樣子啊 好 以上 所以麻煩幫我留意一下 麻煩幫我留意一下 好 就是我們特別提到的 好 那其他的話你們可以看講義的第二頁 就是其他條款的部分 好 其他條款的部分 像那個損害賠償金額是有調整過 目前是十一萬三千一百元 沒有十萬元那麼低了啦 好 那因為會根據通膨來做決定 空膨來做決定這樣子 還有他會要求這個航空業者要加入保險 加入保險 好 以上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議題就是考1999年蒙特羅公約 所以你就記得 1999年蒙特羅公約的目的是為了要修正 1929年華沙公約 其實他們名稱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要因為根據簽約 訂定公約地點不同換個名稱 好 他們名稱實際上一樣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會用那個簽約地點來做區別 所以我們要針對1929年的華沙公約 損害賠償金額過低 還有一些對那個旅客 託運人的一些 比較不公平的條款 做適度的修正 提高賠償金額這樣子 好 以上 好吧 那這邊我們就 我們這邊就結束 這邊就結束 好 那這樣子 好的 那這邊就 那其他還有像是可以使用電子機票啦 那你們可以看第二頁的那個 我整理的五大點 看一下 好 就這個 就可以使用電子機票 然後個別標籤 然後提升金額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好 預付 OK 這個把它記一下 這種總論的東西 偶爾會考 總論的東西就是說 它並不是法條類型的 它已經是 比較偏向是一個國際條約 國際公約的那種類型的